北市府前一天爆料 12月初有11瓶莫德纳疫苗过期 指挥中心澄清是拿去动物实验使用 让台北市长柯文哲大酸 想问是哪种动物 但卫福部传染病防治 咨询会召集人李秉颖却预言 明年2000万剂的次世代 跟加强剂莫德纳疫苗 一定会销毁一堆 强调宁可销毁 也不要让有需要的人打不到 另外先前学生施打BNT疫苗 心肌炎频传 台大医院结合了四所学校 在疫苗施打前量测心电图 希望可以提前找出高风险族群 市长柯文哲上午也亲自前往视察 柯文哲视察 近中学生心电图检查早期侦测 因为校园第二季BNT16号正式开打 先前学生打完出现心肌炎 让一堆父母心驾驾 全校有70%的学生要施打第二季 不打的当中有20%是他们 希望在学测之后 不打的原因最主要都是高三 是之前能够让他们的身体 不要有其他的异状 其实还好 小运动多喝水 到时候打完应该就是顺其自然 多休息 学生自己心放得很宽 但台大医院结合建中成功等四所学校 超过五千位学生 在打疫苗前两次检测 要找心肌炎高风险族群 有一点疑问的 这些学生会优先通知 然后请他们去做医院 做进一步的检查 第二季比第一季高 男生比女生高 如果有必要的话 你们要不要加码 这些都很会讨钱 全不够了 本来要一千万 结果现在只摸到一百八十万 只是荷包申浅 决定研究范围 请一天北市更曝出 12月7号有十一瓶莫德纳疫苗戒期 指挥中心坦承 拿去动物实验 却被柯文哲反唇相及 也不用解释太多人 现在说我们没有用 我们是拿去打动物 我很讲也是打哪种动物 就是不要越讲越怪 就像明年我们买了 两千万的莫德纳疫苗 那个一定会消费一堆的 宁可消费 不要让有需要的人没打到 李秉颖却预告 未来疫苗消费恐成定局 浪费与追求覆盖率之间 疫苗政策持续拉扯 接着我们讲张远杰 台湾到